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我要进行的是统计学系列课程之中 母体平均数的假设检定问题 那么在这个单元我们限定在大样本跟单位的问题上面 我们首先先介绍一个例题 一家的水果进口商进了一批美国大苹果 那这个合约上面是规定说平均的重量 要高于600 那么否则的话呢,就是不合格,就叫退货 好,那现在我们进来了 它进口商的话呢,委托我来检定 于是我抽了45颗苹果 那么平均的重量562颗 标准差28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562 真的确实是低于600 如果是这个题目是高于600 那我们就不用去做检定了 问题是562 说低也不低,说高也不高 那么我们要下什么结论呢 那么我们来进行一个假设的检定 首先我们要把这个叫做New Hypothesis 就是虚无假设先列出来 H0 这边标准值是多少? 600 所以这个地方是平均数 所以是μ 母体的平均数我们要求它是600 对立假设列出来 对立假设叫做H1 我们要拒绝的位置是在什么地方? 重点是600以上我们当然不拒绝 我们拒绝的是μ是小于600的 于是我们就写μ小于600 好,在下一步 我们把我们的资料列出来 本题抽了几颗苹果呢? N是多少? 是45个 平均重量 这个地方我们叫做XBar XBar是562 标准差 这个地方的标准差 绝对不是母体标准差 因为母体我们不知道 那么这是样本的标准差 于是我们用的是S S值是28 现在我们的显著水准 诶,题目没写 题目没写 我们就用α是0.05来做 好,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一个大样本 用的是Z值来做 Z的图 各位同学知道 左围显定 0.05 画出来 中间这一块是什么? 0.45 我们把这个图表叫出来 0.45的话 这边我们应该都 因为这个数字常常用到 所以我们应该知道 这是1.645 各位同学看一下 用的非常多了 0.4495到0.4505 所以这边是1.645 在这边左边 所以是负的1.645 好,我们把图收起来 负的1.645 我们称这个值叫做临界值 这是我们设定的及格标准 就相当于我们学生的分数 我们有习惯用60分 作为及格标准 一样的 如果说是在白色的部分 那么我们就不拒绝它 如果是在红色的部分 我们就拒绝 好,现在我们来把这个Z值算出来 实验实测的Z值算出来 Z等于X bar减掉μ 除以S除以根号N 本题来说 X bar我们带562 μ我们带600 S用28来带 N用45 我们带下去之后 好,我们把这个根号45 放到这个叫做分子上面 底下这是28 30上面是负的38 乘上根号45 那么我们计算的时候 先算这个按计算机的时候的话 我们要教各位同学怎么做 首先先打一个45 再开一个平方根 然后呢 再乘上 负的38 再除以 28 我们算出来结果是负的910399 好,我们就直接就写的这一部分就可以了 负的9.1 各位同学看一下 9.1 这个地方在什么 落点在哪里呢 远远的低于这个红色的部分了 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得到什么结论了呢 结论显著 结论显著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发现了这是真的有问题了 我们要拒绝H0 因为这个这个的结论已经非常的明显 我们发现它的话呢 是不合格的 那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单位检定的题目 那么我们再来换一个题目来做做看啊 有关于这个抗忧郁的一个特效药的处方 那么我们要知道吃这个药来说的话呢 只要能够达到药效即可 不要吃太多 以避免副作用 那现在的话呢 有一个健康杂志宣称 像这种抗忧郁药啊 平均的来说的话呢 最小剂量每天是140 或者是比140还要少 那么有一家药商 就是觉得可能有问题 所以呢 他们就做了一个测试 他去找了400个病人 结果发现每天的剂量量是多少 146 各位同学146是不是超过它了 那么标准差还蛮大的 48.2 好 那我现在用0.05的显著水准 来检定健康杂志的宣称 那么我们怎么做呢 首先第一步 当然是把健康杂志的宣称 列出来 H0我们写的是 H0我们写的是μ等于140 那么现在我要建立对立假设了 对立假设因为它宣称的是140或140之下 我们超过我们超过我们才去拒绝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H1我们要写的是大于140 然后下一步就是把资料通通列出来 N是几呢 N是400 X bar是146 S呢48.2 α值0.05 0.05 那现在我们知道我们的拒绝欲是在右方 这是右围简定 把Z值的图 Z的图画出来 0.05 是全部在右边了 那这边我们大家应该知道了 这边是多少呢 同学应该知道吧 1.645 如果不确定 我还是把图叫出来看一下 1.645 确实是0.45 没有问题 好 那这次就是我们的临界值 临界值是1.645 拒绝或者是不拒绝的一个关键的值 那现在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实测的Z值是多少 Z等于X bar减掉μ除以S除以根号N 现在我们把资料全部套进去 X bar用146来带 μ用140 S48.2 根号N 当然就是400开根号 这边带进去之后 其实很好算 各位同学的话呢 这个400是多少的 这就20嘛 20乘以6 120 120直接除以48.2 我们算出来结果是 2.489 各位同学 2.489 在红色区域还是在白色区域呢 我们在红色区域 我们发现了什么呢 发现的是结论显著 我们的资料显示说 这个健康杂志可能资料有所偏颇 实际上来说 实际上来说应该不是他这样的结果 有一家化妆品的制造商宣称说 他们的这个商品 内容物的话呢 至少容纳的是9.0的沐浴乳 那小机会的话呢 随机抽了49平 得到的我们的值是样本的平均数 8.94 样本的这个叫做标准差 0.12 那现在题目是说 希望我们在显著水准 α是0.02的前提之下 我们是否能够 有足够的证据指出说 它的宣称不实 因为这边确实是 没有到9.0 可是它又离9.0 又不是很远 那么我们要怎么检定呢 首先第一步 先建立一个虚无假设H0 H0他们说是9盎司 所以我们这边是μ等于9 下一步我们来建立对立假设 对立假设H1 我们要怎么去写呢 它说它是至少是9.0 也就是说我们只拒绝的是少 不拒绝多 那么我们这边拒绝预示 μ是小于9 好 现在我们把资料列出来 这个地方来说 N是几个呢 49平 所以N是等于49 X bar是8.94 来我们写下来 8.94 S 样本的标准差 0.12 S写出来 本题用的是 α是0.02 我们写下来 α等于0.02 单位 那么我们先把我们的 这个Z的图先列出来 这边我们拒绝的是左尾 首先我们把这边的面积先找出来 这边的面积是多少呢 用0.5来减就变成了 0.48 0.48 这个地方不是很常用的 所以我们把图叫出来 我们来找一下 哪个值是0.48呢 这边再低 再低 再低 我们看到了 2.05 这个位置 0.4798 最靠近 我们就使用的是 2.05 这个地方是负的 所以这边是负的 2.05 好 我们把图再把它的表拿走 这边的Z值 各位同学的话呢 我们把我们的实测的值 先计算出来 Z等于X bar 减掉μ 除以S 除以根号N 来 我们把这个资料带进去 X bar是8.94 μ是 这个是9 S是0.12 N是49 来 带进去 现在我们把这个 凡分数的这个根号49 可以移到我们的分子上 这 这就是7 这是0.06 这是0.12 我们计算一下 来按一下计算机 这边是7 很好算 6742 除以0.12 我们算出来的结果是 负的3.5 负3.5 各位同学 是落在红色部分 还是落在白色部分 非常明显的 它已经是落在我们的拒绝域位置了 既然是拒绝域 我们就说了 这个结论显著 这个资料 我们可以足够去拿来去作为 否定这个化妆品的宣称的一个证据了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的下的结论叫做 结论显著 这个单元我们来回顾一下 我们所介绍的内容 主要是 这是一个大样本的一个假设检定的步骤 第一步 第一步我们先建立一个虚无假设 就是原来的宣称 然后再来写的话呢 就是对立假设 H1 重点是在于说 对立假设是在 要考虑提议 到底是拒绝的是两头 还是拒绝单边 那么第二步就是说 大样本 我们就使用的是Z分配 这是根据的是中央极限定理 那么题目告诉我们的α值 那么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α值的话呢 逆向查表 找出理论的这个Z值 那么现在我们根据所有的观察查值 我们可以转换了这个统计量 就是说要把这个理论的这个值 这个Z值在这边 那这个地方是观察的Z值写出来 两个做一个比较 这个是要做一个比较 然后最后 它落在拒绝欲 我们就结论显著 如果说是落在接受欲 就是无法去拒绝它的虚无假设 那我们就说结论不显著 我们下一个比较适合 我们下一个比较适合 我们下一个比较适合